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里长城永不当千里黄河水逃逃 江山修理铁开光阴望过国家那项燃铃 风采旋路挥手伤马 阳之离国家东西 既然过度再早见他 哥哥不及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里长城永不当千里黄河水逃逃 江山修理铁开光阴望过国家那项燃铃 重开旋路挥手伤马 要自立国家中心 既然过度再早见他 哥哥不及使命 重开旋路挥手伤马 要自立国家中心 既然过度再早见他 哥哥不及使命 这水是简易行 既然过度再早见他 这水是简易行 既然过度再早见他 这水是简易行 我求求你 叫他别打了 住手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知道吗 是 走吧 走 襄儿 不要嫁给他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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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珍 什么神仇大恨 非要置人一死地 走 我 我真想问问他 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救我 可惜啊 可惜我说不出口 因为 我又欠了他一次人情 人生在世 就是这样 从背负着许多 恩怨情仇 再说 为经所苦的人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不明白 香儿 香儿为什么会嫁给胡子是这样的人 更不明白的人 应该是我 本来 我 我想在教堂里一枪打死他 你连枪都没有 就跑到教堂找他拼命 没被他的手下打死 就算你的命大 就算你的命大 你不会明白的 我知道 我知道香儿嫁人时候的感受 都是我 都是我的错 你更不会明白的 你不明白 一个人被仇人一再相救的感受 你 我有时候真想 我想 我想 如果他不救我 让我死了 我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 你说我是个怪人 其实你也一样 火焰甲 火焰甲更怪 专就要杀自己的人 还要说他当徒弟 我不懂什么武德 不过 我还是真服了他 怪不得 我喜欢的女人 都不喜欢我 就喜欢他 就因为他怪 不要笑了 不要笑了 你不要笑了 我 我偏要笑 为什么不能笑 为什么不能笑 你和我都他妈一样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离开自己了 不喜欢自己了 你还有什么好笑的 你还有什么好笑的 我 我是在笑我自己 我觉得 我自己 越来越不喜欢我自己了 越来越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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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讨厌我自己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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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天都没见你笑过吗 可能是有点累了吧 好 早点休息吧 我想求你一件事 我们是夫妻了 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你一定要答应我 好像很严肃 不过你不说 我也知道 你是让我放了陈真 对不对 其实你老公 也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之徒 不过有谁愿意 在他结婚的时候 让人挡乱 你和陈真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他曾经救过我 是我的恩人 你就别跟他计较 放他一条生路 好的 谢谢 你对我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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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昨晚新婚洞房一定很累吧 不好意思一大早来打扰 看你的样子一定睡得不够 说回正事 现在农家的产业和药厂 已经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应该大力推广我们的药丸 赶紧安排促销发售西药的计划 这些都在我计划之中 我要趁农家还没喘过气来 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所以我安排了拳王比赛 我要利用洋人拳王朗奴这块活招牌 来打响我的药丸生意 我要让农家在上海这块地盘 永世不得翻身 说到耍手段对付农家 你立刻就生龙活虎 我找了一个可以把仇恨看得更重的人 就是不知道你把女人是不是也看得那么重 男人要事业成功 女人的分量就必须摆轻点 你做得到吗 什么意思 你是个聪明人 我们又是合作伙伴 有什么话我就明讲了 其实男人都是贪心忘救的 现在最喜欢的女人也好 老婆也罢 玩腻了就不如让给合作伙伴也 你开什么玩笑 好 就当我是开玩笑 不过认真地说 春红的确是个叫人动心的女子 也难怪你舍不得 但她毕竟是个沦落风尘的女子 或许 你不会介意这事 好了不要说她了 我们把精神放在悬赛上吧 老奴已经来上海 在俱乐部秘密练兵 随时都可以出击 我们就考虑一下怎么安排吧 有什么想法 小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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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乔走了 我去给你倒杯茶 别去 怎么了 我想看看你 我想看看你 我这辈子都在你身边 害怕看不够啊 看不够 你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女人 我 其实你不必对我这么好 我以前 以前的已经过去了 要紧的是现在 好 现在我带我的好太太出去走走 看看新鲜刺激的东西 上哪儿啊 我娶了个漂亮的老婆 总要带出去让人家看看吧 我们去俱乐部 看拳击赛怎么样 看拳击 我不喜欢打打杀杀的 那可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 难道你不陪我去 起来 好 起来 快起来 快 太残忍了 求求你 求求你 求你求你叫他们别打了 为什么 我们已经发了钱 顾他来挨打 怎么样 还可以打吗 打不过一个小时 这排大洋 地球转不了 我 行 行 我 不要 他会打死你的 老婆等着有家砍兵 我们先上破火 哈哈 走 在一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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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钱给他吧 还没到时间呢 如果每个人都跟他要个金党 那我们还要花钱呢 丢到后面去 免得我见得分恶心 是 站起 起 快过来快过来 你们看 钱 不行 不能拿别人的钱 我师父说过不能贪心的 那怎么办呢 你们三个看着他 我去找铁柱师兄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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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干什么呀 刚才有个人 在洋人俱乐部 给洋人打个半死 我找了铁柱师兄他们 才把他抬回药局 多亏师父救了他 既然你救了他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哎 呢 你这又是在干什么呀 哎 那个人被师父救醒后 说是妻子病了 为了赚钱 就去给洋人 当拳把打 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 哎呀师兄 你就别再喝了 那些死洋人哪 就会欺负我们 所以 刚才 我把擦鞋的钱哪 全都给了你 你就去帮我 打那些死洋人吧 你要让我去为他报仇 哦 哎呀 你就只顾喝酒 不帮我打那些死洋人了 哎呀 我不能要你的钱 可是 我可以帮你打倒洋人 还你 哎 哈哈哈哈 哎 大乔兄 你看见了吗 朗奴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是啊 今天练拳练了五个小时 就已经打到五个人 像尸体一样的弹了出去 他们以为那些钱那么好挣 挣了得有命花才行 在这里吃饭 还可以听音乐 其实夫人的琵琶弹得那么好 真应该在洋人面前露一首 让他们也开个眼界 她现在是我的夫人 怎么可以抛头露面呢 这就是子师兄你的不对了 娶到这么如花似玉的老婆 有福气有耳福 自己一个人享用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才会有这个福气啊 对不起 我上到卫生间 哎 我陪你去 不必了 大乔兄 这玩笑拍得太过分了吧 你知道 我不是在开玩笑 一个小时就被转一个打烊 可是你记住 你是拳马 你的责任就是挨打 连挡都不可以挡 听见了吗 师兄 加油 来 过来 来 加油啊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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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你中心呢 不能还手 不能打 不能打 听见了没有 不能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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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把他打死 师兄 把他打死 开玩笑 不打开 走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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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相爱你 你怎么出来这么久 走吧 滚 你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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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转转打烊 就乖乖的给我挨打 想玩手当英雄 就趁热滚蛋 以后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乖 你为什么要赚这种钱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 嫁给像胡子是这样的坏人呢 其实 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 在你心里 我和宝处已经做出了选择 所以 我只能嫁给一个 爱重视我的男人 至于他是好是爱 我都认你 你还记得我们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吗 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忘了我吧 不 不 不 我现在才知道 保重对我来说 不重要 只有你 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现在说什么都很实无不明 别再和我和这些人纠缠不清了 你有身仇大恨就去报 以后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不 不 你答应过我不杀他的 走 你快走啊 好了 看来 他乃 不当黄和不死心 挺不容易 还有你 反戒 不要打他 大可 香儿 不要相信这个王八蛋 离开他 离开他 晨晨 我求你快走 你清见没有 过来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让你好好地活着 他现在是我的 永远都是我的 就算我不要 也不会让给你 你就是 一条狗 走 他现在是我的 永远都是我的 就算我不要 也不会让给你 你就是 一条狗 走 陈珍 师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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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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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珍 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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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刚才你一直叫他的名字 看来你真的还在乎他 现在在乎也没有用了 看你平时怎么绷着脸 原来是这么多情的人 你的痛苦和心意我明白 我和香儿都是女人 我相信她一定能感觉得到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她已经嫁给了胡子师 是 那你也不该自暴自弃 你现在遍体鳞上 就该好好把身体养好 杨仁拳王把中国人当 拳马来打 你放心 霍元家一定不会让他为所欲为 他已经决定了 到杨仁俱乐部向他挑战了 为中国人出口气 听说你是国家权的传人 你想打败英国拳王对吗 你是不是想打败他当中国的拳王呢 你的中国拳术有把我打进西洋拳吗 打开你的想法 打开你的想法 霍元家是看不惯洋人把中国人当拳马来打 所以才挺身而出 绝不是为了虚名而挑战英国拳王的 我已经撕下这张告示了 向你们的英国拳王挑战 他是我们药厂请回来的拳王 目的呢 是为了推广我们的西药 当然了 也很愿意接受你们中国武林人士的挑战 霍师傅想切磋切磋 当然没有问题 只不过 我们的英国拳王绝非等闲之辈 曾多次在拳击场上打死对手 所以呢 你必须在中外记者面前 签下生死状 即使有什么意外 也与他人无关 霍师傅可有反馈之一啊 废话少说 明天正午十二点 就在俱乐部的擂台上进行比赛 我们走 啊 格格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别以为跟日本人做生意就告人一筹 搞不好人家还当你是汉青呢 哈哈哈 义妹真会开玩笑 别忘了 这生意 比赴也无分 我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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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请用茶 谢谢杜鞭参赞的款待 这次老夫南下上海 除了商谈终日合作的商务 还有 义父死刑的另一个目的 杜鞭参赞早已经知道了 是吗 亲王是为了令千金的下落而来 对吗 你们 你们有起云的消息 义民义父 我和杜鞭参赞 昨天才见过格格 真的 他人在哪 请别着急 他人很好 这个刁门的女儿 我这个做爹的 也真拿他没办法 王爷 子师兄托我们追查那三件国宝的事情非常遗憾 他们已经全部被古董商转卖给法国人 现在已经愿望巴黎了 国宝是小 最重要是启云他 义父 你应该明白格格来上海的目的 他还跟着霍元甲 他帮霍元甲开了药战 无管 霍元甲昨天还签了生死状 要挑战英国拳王 什么 师父要挑战英国拳王 是啊 连送死状都签了 师父 不但要为你报仇 而且还要为中华武术界争光 明天可有热闹看了 这个英国拳王 要比俄国大历史厉害得多 他的铁拳 我可是领教过的 师父的弥宗权 可比老爷的霍家权厉害多了 我说陈真 你是不是说师父打不过那洋鬼子 明天一大早 上海所有的报纸 都会报道内台比赛的消息 这下你可出名了 如果我输了 那岂不给国人丢脸吗 霍师父 几时变得这么谦虚了 其实 今天你 不应该回我去 为什么 那么多人认得你 你不怕暴露行踪吗 我来上海 根本就不怕人知道 我是真心诚意地帮你 只希望 你能在上海闯出一番名堂 为中国人挣口气 我什么都不怕 你对我真好 有些话 不必说出口 大家心里都明白 靳孙 来 喝碗莲子汤吧 青秋 你也趁热喝吧 谢谢二嫂 哥 明天我还是去吧 你去了又有什么用 多一个人去 好有个照应啊 你懂什么 明天他们就要收回药厂 你一个人去 能要回什么呢 他们是官商勾结 背后还有日本人撑药 搞不好 我就不相信这个事件 没有真理和正义 大哥被害死了 冬家的祖爷又毁了 我怎么对得起爹啊 金孙 我陪你去 叶峰 你不能去 你都闯了多少祸了 叶峰 你还是不要去了 免得节外生枝 明天我跟静秋去就行了 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们 什么事 霍言甲 明天中午要与英国拳王决战 容秦王最近来到上海 我和渡边跟他有生意的往来 所以最近会很忙 我知道 容秦王爱听昆曲 也个爱听琵琶 所以我想 自食 我不会让你好头露面的 你呀 这一辈子的琵琶 就弹给一个人听 那就是我 好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可以跟你谈 好 那我走了 没事待在家里 我知道 等我回来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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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回来 你 我回来 我回来 我 我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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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这场比赛 使用中国全是莫元甲 叉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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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以场自由毒气战 所以 勾付酒都已经献杀了生死罚 将死各岸天命 并且时好周伯玉追究 义父 你看怎么样 雪儿 去 把格格叫回来 是 这场比赛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直到双方中的一方 达到失去抵抗能力为止 明白吗 小姐 快点 菊儿 你怎么来这儿了 王爷让你快过去呢 快点 快走啊 好 姨妹来了 好 坐 爹 走吧 乖 小女儿 怎么 见到爹不开心吗 咱们妇女难得在上海重逢 正好 爹在上海有栋别墅 等比赛完了以后 你就跟爹一块走 去 贵人 你这有什么 role 你这 我 你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今 心中情 以下爱与此 仍消失 送走旧愁 让梅酒 喜庆前世 四海 家乡是 何地 我难知 顺一曲 春心之路 仍交走 持去谁 难犯罪心 万事就容易 此众 胜负 只有天智 披上头发 独自行 等死 为我死 昨天 种种梦 难忘 再有事 酒余桃 永久别离 抹去像 那飞河山 。。。 。。。 南方醉心万事就容易 此众生福只有天智 披上头发独自行 等死为无死 昨天种种梦难忘 再有时就与他永久别离 莫去想那飞河时 莫记起从前明字 中文字幕提供